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平安 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 让我们安静自己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静默 当我们晓得,当我们今天坐在这里 这是上帝的心意的 是上帝的呼召 是上帝的带领 让我们把我们的最好,我们的全人 来献上与我们的主 我们带着祷告的心 带着感恩的心 带着敬拜,敬畏上帝的心 来到他的面前 跟主说,主啊,我在这里 主啊,我在这里 也将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重担 完全地卸下,放在主的脚前 请会重其力 让我们一起来宣招今天早上的经文 就是诗篇第100篇第1到第2节 一起来 福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 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 当来向他歌唱 诗篇第100篇第1到第2节再来 福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 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 当来向他歌唱 诗篇第100篇第1到第2节 感谢主 让我们今天再次有气息来到神的面前 来敬拜赞美他 好不好 让我们跟前后左右的说 一起来赞美 我的心啊 你要全心全力呈现赞美主 因他心事光大 慈爱永存 我的心啊 你要一天精致呈现赞美主 因他恩典勾勇 使我感情 我的心啊 你要全心全力呈现赞美主 因他心事光大 慈爱永存 我的心啊 你要一天精致呈现赞美主 因他恩典勾勇 使我感情 每一次 等我跟前赞美主的时候 你为我拯救大使 超过所求所向 我呼喊 哈利路亚 每一次 等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 从以攻击 并为胜利开口 你为我再见不明 祭拜所有仇病 我要永永远 愿呈现赞美主 我的心啊 你要全心全力呈现赞美主 因他心事光大 慈爱永存 我的心啊 你要一天精致呈现赞美主 因他恩典勾勇 使我感情 每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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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 祝你为我拯救大使 祝你为我拯救大使 每一次 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 祝你为我拯救大使 只要一天精致呈现赞美主 祝你为我拯救大使 从我所求所向 我呼喊哈利路亚 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 这一光景的神力太高 你为我裁剑扶笔 祭拜所有作品 我要永永远远显现赞美主你为我 你为我裁剑扶笔 祭拜所有作品 我要永永远远显现赞美主 你为我裁剑扶笔 祭拜所有作品 我要永永远远显现赞美主 使得这样一切荣耀尊贵的贵给我们的上帝圣主 我们要永永远远的来称谢赞美 是神啊 感谢赞美主 只要有祢在我左右 我并不去靠 靠着祢的胜利 你的离讯永远不放弃 只要有祢在我左右 我并不去靠 神啊 谁能想祢 你耻生耻辱 咳嗽可恋 是心其事 大爱的一切 开我的眼睛 开我的眼睛 让我看到天时天群 从你的攻击 我要更坚定 信靠你 你是我力量 你是我永远的拯救 你的拥有收拾在哪里 神出荣耀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 我并不惧怕 靠着你的身影 离你依序永远不放弃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 我并不惧怕 神哪谁哪相依 耻生耻荣 喝醋各位是心情事 再来一次 开我的眼睛 让我看到天时天际 让我看到天时天际 求你的攻击 我要更坚定 祝你 心跳你 祝我力量 祝我永远的拯救 你的拥有收拾在哪里 祝你 心出荣耀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 我并不惧怕 靠着你的身影 你的依序永远不放弃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 我并不惧怕 神哪谁哪相依 只剩之荣 可从可恶 是心即是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 我并不惧怕 靠着你的身影 属有 comment 靠着你的身影 靠着你的身影 令我拥有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 记得千母 靠着你的身影 靠着你的身影 来程度 靠着我的耀 是的 一起来宣告 谁能攻堕 谁能抵挡 我是神所谨选你 我是神所谨选你 谁能控告 谁能抵挡 我是神所谨选你 我是神所谨选你 再来 谁能控告 是的 谁能抵挡 谁能抵挡 我是神所谨选你 我是神所谨选你 谁能控告 谁能抵挡 我是神所谨选你 我是神所谨选你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 我并不惧怕 靠着你的生命 你定许永远不放弃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 我并不惧怕 神啊 谁能向你 只生之勇 可送可为 实行其事 神啊 谁能向你 只生之勇 可送可为 实行其事 神啊 谁能向你 只生之勇 可送可为 实行其事 使得我们的神 一直都在我们的左右 使得神啊 没有人能像你 使得主啊 你救世我们的至宝 我们要来到神灵的面前 再次的将我们自己完全捡上给你 使得主啊 无论我们在如何的光景 主啊我们都相信你与我们同胆 使得主啊 你的恩典恩惠永远都与我们同胆 使得主啊 你就是我们的屋家之宝 我的名字 刻画在你心中 我的念口 声音在你也走 不是因为 我是你才能 乃是因着 你奇妙宽容能跌 虽然有时 我会跌到软弱 你却一直 包容不放弃我 用你慈爱 静静的拥抱 我赞美的意义 宝贵奇妙答案 唯有你拥抱 所有的赞美 一切尊贵 荣耀 我赞美的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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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尊贵的拥抱 你是我尊贵的主 唯有你陪的 所有的赞美 一切尊贵荣耀 祝你的世界 是无间之法 你是我尊贵的拥抱 耶稣 虽然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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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灰烈到软弱 你却一直 包容不放弃我 你却一直 你却一直 我赞美的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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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的世界 是无间之法 你是我尊贵的拥抱 我赞美的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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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却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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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尊贵的拥抱 耶稣 你是我珍贵的主 你是我珍贵的主 耶稣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这时候我们在神的殿中 再次的我们向神来感恩 感谢天父上帝在这个礼拜 这整个礼拜的带领 弟兄姐妹们来向神做 主啊 谢谢 谢谢主 祢的引导 谢谢主祢的同在 谢谢主祢的安慰 弟兄姐妹们 若不是耶稣 道成肉身 在十加上为我们所留的 宝血 我们就没有今天 我们今天就不是上帝的儿女 但因为主耶稣 为我们成为了羔羊 赎了我们的罪孽 使到我们今天 有这样的福分 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子 也能够在主的国度里面有份 也能够的来服侍他 能够来敬拜 赞美他 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上帝是伟大的上帝 是全能的上帝 是无所不知的上帝 是以马内力的上帝 这时候向他来祷告 敞开你的心 求主来检查我们每个人的心 让我们有一颗愿意 在神的面前 来奉献自己 这个时候求圣灵来充满于我们 来帮助我们 虽然你不懂祷告 但圣灵会帮助你 但你要晓得 我们主的主耶稣 需要我们 跟祂沟通 跟祂说话 弟兄姐妹们 当晓得 主的灵 在我们的当中 亲爱的天父上帝 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你是圣洁公义的神 你是坐在宝座上的神 你是配得一切的敬拜 你是在列国中掌权 配得万民的敬拜 荣耀的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预备我们自己 在今天能以圣洁 壮士来敬拜祢 尤其在我们遇到困难 洪水的时候 更要接着主敬拜 让祢来掌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当我们亲近祢的时候 主啊 求祢在这十个 也亲近我们 约纳我们的敬拜 我们愿意地恭敬 将我们今天的崇拜 完完全全地交托 在祢的手中 让我们有一颗 磕目祢话语的心 顺服在祢的面前 亲爱的主啊 求祢开启我们的心眼 使我们更认识祢 更认识祢的话语 并有力量过之 逃神喜悦的生活 我们将一切荣耀 送赞都归于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祷告是奉靠 耶稣基督的圣名 一起来 阿们 我们一起来念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祢的名为胜 愿祢的国降临 愿祢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顶时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耳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祢的 直到永远 阿们 请会众坐下 弟兄姐妹们 我们看看 左右有没有新人 有没有新人 都是旧人 带上新的人 感谢主 让我们握握手 站起来一下 跟大家说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可以走动 向一些的弟兄姐妹们 来握个手 是我们的主耶稣的宝血 使我们成为一家人 感谢主 请大家坐下 坐下 谢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时候可以带朋友啊 带那些还没有信主的 我们可慕 有一些的朋友 真的能够认识主的 透过这样的我们的外展的活动 带他们来 这个是我们第一的外展的活动 我们也可以参加 不是我们不可以 我们也可以参加 但是主要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鼓励大家 带那些我们关心的人 为什么 如果我们爱一个人 弟兄姐妹们 不要在肉体上爱他们而已 但是呢 灵命上也爱他们 要怎样呢 要把最好的 最好的 不要把 我不要的 生育的给人 不要 把最好的 我们第一次的外展 这个是最好 我们要给 大家的 给那些 还没有认识主的 让我们希望他们 透过这个活动 再次能够听见福音 跟我们做个朋友 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爱加倍的弟兄姐妹们 爱加倍 什么意思呢 弟兄姐妹们 我们就以我们的行动 我们的见证 来接待他们 Amen 所以 鼓励大家 来去邀请他们 所以今天开始 就可以报名了 所以 人数是有限制的 请大家也要积极 来去报名 OK 相亲我不说了 OK 第二项的就是 我们的餐盘 出售 上个礼拜已经开始了 不错 感谢主 有些人 不是买 是风险 奉献给教会 感谢主 但是透过这个 仓盘的出售 我们只希望 能够清一些教会 那些多余 人曾经奉献的东西 不要留在教会 可惜 这些东西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也鼓励大家 能够积极地 来 来买 买了 买那些 看有没有需要的人 所以教会 所以教会 就只能到这个 从这个八月二十日 一直到九月十日 就在一楼 过后呢 大家需要的话 可以去到办公室那边 可以在 透过办公室 可以买 弟兄姐妹们 求我们也是 能够支持 这个的活动 感谢主 这个时候 让我们来 预备心 我们要把最好的 来奉献 给我们的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感谢祢赐予我们 美乐的虚用 感谢祢 主 邀请了我们 进入祢的国度 主啊 我们是寄居的 意味着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 在世界上 是短暂的 求祢帮助我们 可以 透过我们 所拥有的 来荣耀主 祢的名 在财富上 在我们的生活上 以荣耀祢 为我们的目标 我们如此的感恩 交托 祷告 供耶稣基督名求 Amen 请弟兄姐妹们 站起来 我们可以敬前 以敬畏上帝的心 来奉献 马拉基书 第三章第十节说 万君自耶和华说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粮 以此试试我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幸福 幸福 与你们 甚至 无处可容 让我们以信心地来奉献 让我们以感心乐意地来奉献 与我们的主 请回颂 祝你 赞美真神 万福之远 世上万民都当忠养 天使天君 赞美主兵 赞美圣福 圣赐圣灵 阿们 请回忠坐下 接下来我们请 许顺明牧师来宣讲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跟各位来思想一个题目 这是一篇 我唯一的一篇 希望不会有下一篇 是在安宁病房写的讲章 而且我的师母 是我第一个贵仲 听我讲这篇道 就在安宁病房 讲给他 那个时候他 还可以听我 分享 我是特别是为他而写的一篇 可是发觉到应该也对弟兄姊妹有帮助 所以我今天也愿意来跟各位分享 其实这一篇讲章好久以前就很想要在你们的当中 来分享 后来因为觉得有其他的题目 其他的课题是需要先讲 好了 我就跟各位来看一看基督徒的法事人生 人的一生其实是有序有拔的 因为无序就不成为人生 没有拔就网过一生 我们这一生最后就像一本书 来到最后一章 就叫后记 因为人生行程 安排最后的一件事就是什么事 就是复死 就是准备去死了 不是骂你 死是一件不必及以求成的事 不用急 死是一件必然会降临的事 我师母被主接去以后 我还真的急以求成 巴不得能够跟他快一点的在一起 可是上帝对我说不必急 为了这个缘故 我们必须要预备好 为自己来准备后事 这是我错的过来 我说为了准备后事 是要反省一下 你自己在世的时候的短暂服事 因为我们为了进神的国 一定会进入许多艰难 在《使徒行传》的十四章二十二节 这也是因为我们需要在苦难中学会顺服 也因为我们服事的道路 就是跟随主耶稣十字架的道路 我师母的生病就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情 原来等死也是苦难的一种 死是不可怕的 在等待的过程比较令人煎熬 其实这也不是我说的 这个老早在格里汉牧师 就是格培里牧师曾经说过 我那时候还无法体会 现在就真的体会 你就明白了 原来死也需要上帝的恩典 生已经很不容易了 可是死也不见得容易 就像岳伯在世的时候 他咒诅自己的生日 因为他想活却活不下去 想死却死不了 痛是痛不欲生 死 生是生不如死 死是死去活来 我师母过去生病的时候 求生意志力很强 常遍尝试了各种治疗的办法 所以他是求生的 可是求生不得 最后因为病痛折磨到一个地步 只能求死 求死其实是求主借他离开 而不是消极的那种求死 就是既然求生不得不如求死他 可是求死也不得 一直到2022年的1月22号 他手术完毕以后推出来 他因为做了一个临时的长照口 他醒来的第一句话跟我说 我已经对神别无所求 我只求上帝的美意成全 是求上帝的荣耀征写 就是我求死都不求你 他完全降服 完全顺服 可是我还不能顺服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无法忍受 看见他被折磨 所以我还在求主早一点 把他给揭去 不要说我很残忍 无情 不是 就是求主让他早一点破坏这个痛苦 所以我还没有放弃求死这个部分 一直到最后 2月19号下午4点多 我跟他同心 我流着泪跟上帝祷告 他说我跟他说 既然我的爱妻都已经完全顺服了 我也跟他一起同心顺服 我也不再向你 再求你把他接走 你说了算 你要什么时候接他走 就什么时候接他走吧 我一样跟他同心 没有想到那一天下午4点多的祷告 同一个晚上的11点半 上帝还真的把他接走了 那好像看起来上帝在等我这个祷告 等了很久了 要是我知道早知道早就顺服好了 那么上帝就早一点成全吧 你就明白了原来你要在苦难中学会一个功课 就是顺服 如同耶稣基督因所受的苦难 学会了顺从在西伯来书的第五章第八章 福尔泰曾经讲过 他说如果上帝是慈爱 上帝是良善的 他一定不会让苦难发生 如果上帝是无所不能的 他一定不会对苦难做事不管 不过他因为一场葡萄牙的大地震 死了好多好多人 因此他对神产生了苦毒 他无法接受这位上帝是慈爱 良善跟无所不能的 他没有办法明白苦难 对活着的人来说 或者对死去了的人来说 都是为了 要让人明白一件事情 生命是在于上帝 是上帝说了算 那你只能怎么样 顺服 顺服是需要付上代价 没有错 可是不顺服 要付上更大的代价 所以我今天跟各位看法式 中文法式 刚好跟英文pass 是不是有点谐音 pass 那我们知道英文的pass 有很多个意思在里面 我现在就跟各位一起来分享 我们一起基督祷告告 主啊 恳求你 帮助我们 明白你的心意 今天透过 信息的分享 建立我们对你的信心 盼望 顺服 忍耐 因此让你 求你让我讲得清楚 要让弟兄姐妹听得明白 我们一种被建立 我想交透祷告 是奉主 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么英文的第一个pass 是什么呢 是指路过的意思 是指经过的意思 我们在世的日子 就像影儿这样 像传道书的第六章十二节 说人一生虚度的日子 就像影儿经过 迟早有一天 你跟我都会进入一个实体的真相 因此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现在不过是一个寄居 是一个客旅 我们属地的身份是过路客 我们属天的身份是上帝家里面的人 就是迟早要回家的 我们有一天如果要透过死亡回家 也要存作信心而死 就是至始至终都承认 我们自己在世上是异乡人 这世界不是我的家 我只是路过此地 我并没有打算长居此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想往更美的家乡 从一个象征的角度来看 迟早你跟我都会出埃及 这是从象征的角度来看 出埃及是因为要脱离一个为儒之地 因为律是为善 由不得我 由得我只行出来 由不得我 我们在那里劳苦堪死 可是有一天我们会进迦南 进入汉地应许之地 这是从象征的角度来看 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 预备了天上的祝福 所以你跟我肯定都会有回家的一天 既然是每一个人都在 向作回家的一天 那么你跟我就要确保 我们在世是不是能够活出 上帝要我们活出的样式 来祝福这个短障的世界 我再说第一个pass 我们是路过的 我们并没有打算长居此地 第二个pass的意思是指流逝 是指消失的意识 你看我们人生就像睡了一觉 我们醒来得见上帝的形象就心满意识了 所以我每一个晚上都跟师母说goodbye 然后跟她说 我希望你张开眼睛看到 第一眼看到的不是我 是你的上帝 你就会心满意识了 顺便跟你说goodbye 在古代的英文是 God be with you 上帝与你同在 所以我们叫goodbye 可是今天我们bye 连good都不见了 也就是那个是G stand for God 我们的一生也像一生叹息 一生也像一生叹息 我们跟所有的受造物都 现今都一样叹息 老口等候身体将来完全的得适 真的 我们都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 还要受各种病毒疾病的打击 在我认识的群体里面 有好多人都放上了癌症 昨天才跟一对夫妻释放 她是主动约我们的 原来她说 我要尽量抓紧机会 跟你团契 因为我已经是第四期的癌症 其实 新加坡真的是每三个就有一个 释放者癌症 请你听着不要害怕 不一定是你 也不给这里算 每三个就一个 每三个就一个 所以我们是在那里叹息 在那里叹息老子 我们的一生也像早上发芽生长的草 晚上就会雕尾出干 同时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不落在地上里面死了 我们就无法结出许多子力来 所以要落地死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 反而是积极的 因为他要结出许多子力了 人的一生也像一幕细景 你跟我必须忠心去扮演 上帝分配给我们的角色 给谁看 给世人看 也给天使看 因此在上帝看来 千年就好像已过的昨天 又像夜里的一根 我们过去所跨的劳苦 酬房都会转眼而去 如飞而去 所以我很感叹 一个人从畜生到死亡 只在唾窃之间 从远古到现今 只在谈笑之间 从迷惑到死物 只在一念之间 从青春到年买 只在转眼之间 从苦难到祝福 只在抚养之间 从现实到永恒 只在唾止之间 同样耶稣基督 从降生到再来 也只在眨眼之间 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所有已经信主了的 又死了的人 他们必先复活 然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如果在我们还没有断起以前 看到耶稣基督的再来 这是我们的pure hope 我们纯净的盼望 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有这个pure hope 也就是说 我希望在我还没有死以前 看到耶稣基督的再来 这叫做pure hope 然后我们就会被提到 空中跟遗族相遇 也跟所有我们的亲人相遇 这件事的发生 只在眨眼之间 所以我就一直眨眼 通过世慕安息以后 拼命眨眼 我们基督徒不怕死 只怕没有真正的活过 很多人怕死是因为怕一些未知的事 可是你要知道 因为有死的意念 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活着 不然就要说 因为我知道我会死去 因为我知道我不会长远地活在世上 所以我才会抱着一个敬畏的心 好好地活下去 就像海伦凯勒 海伦凯勒他写了一本书 他说 小如给我三天光明 相信各位都看过这本三小时 请问你会重视这七十二个小时吗 你只有三天的光明 你会去珍惜那个阳光 照进你的眼眠里面给你的那种感觉吗 你会欣赏一朵花的战法 跟你相爱的人四眼对抗吗 会不会一确都会鲜艳起来 富有生机 是不是你觉得一确都难能可贵 因为你只有七十二个小时而已 所以如果你只有一年半载的生命 你会不会继续放纵你的生活 因为人云亦云 人说什么 你也说什么 人做什么 你也去做什么 而背叛了你的初心 你会自甘堕落 放弃你的配偶 你的爱人 你会害怕失败而不敢前进 你会言化事故 然后改变了你的个性 你会攀岩服事 然后就轻视了过去 你所建立起来的友情 如果你只有一年半载的生命 你会继续过这样的生活 我亲爱的弟兄者妹 有一位教授写了一本书 叫《死亡神学》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当我们坦然谈论死亡 我们才知何为永生 才知盼望之生 所以只有随时预备好 为主而死的人 才能说他是一个预备好 为主而活的人 第三个怕是变化的意思 是转化的意思 成归成土归土 灵归灵 我们本一神 我们出一神 最后也会归一神的 我们的灵在活着的时候 是因作耶稣基督的救恩 重生过来 可是有一天会运作 身体的衰强而回归 我们的理智 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意志 构成我们魂的部分 是运作上帝的话 活着的时候 是运作神的话 更新而变化 可是有一天会运作 身体的消失而回归 我们身体活着的时候 已经为主陷在堂上 可是有一天 我们也会在堂上 焦点围祭 然后就进入一个完全的转化 就是从朽坏到不朽坏 从卑贱到荣耀 从软弱到强壮 从属血气到属灵 从属地到属天 从必死的到不死的 因此我们明白了一件事情 原来死亡终结人生 是为了要开启新的人生 因为它是一个转化 死亡不再让人经历 世上的苦楚 反而带领我们进入一个 更丰富生命的境界 接下来请注意听我说 苦难也许带来了死亡 可是死亡并没有带来苦难 而是终结了世上的苦难 世上的苦难 世人都犯了罪 罪带来了死亡 可是你跟我的死 绝对不是罪该忘死 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 代替了我们的死 世人都犯了罪 导致罪生梦死 可是你跟我的死 绝对不是贪生怕死 而是即使死 也要为主而死 虽然人人都有一死 可是我们世世如归 死而无憾 虽人生自古 虽无死 但是我们安然热死 死而无冤 这是第三个怕 第四个是传帝的意思 是传承的意思 主耶稣把他从父那里 所听见的一确都教导他的门徒 最后他在升天以前 也托付我们 把我们从他那里所听见的 所领受的一确去教导万民 保罗中心传讲 上帝国的道给他所建立的 每一间教会 最后在他离世以前 他也要提摩他 从他那里所听见的一确去教导 那些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的人 这就是传承 在你活着 还有离世的时候 请问你可以留下什么 给后世的人 我们必须提醒我们自己 我最衰微 可是神的道必兴亡 阿妹吗 这个世界 不会不能没有你就不行 可是如果你没有把生命 传承下去 就真的不行 这个世界也没有谁离不开谁 这个世界只有谁 舍不得谁 所以你如果一生忠心服侍主 你的生命就会永远留在人的心中 你从上帝那里所获得的属天智慧 就会继续传帝下去 世代传承就像大卫 所罗门 保罗 以德等等 因此 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坦然 接受上帝对我们生命的安排 就像萤火虫一样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关头 它仍然点亮身旁不尽的黑暗 这是第四个大卫 第五个就是通过达标 你终于成功了 你即可了 我们过去把牢骨重罚 通荡都卸下进入主耶稣的安息 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八节 可是有一天 我们在主里面 还是真正吸了地上的牢骨 还是真正进入永远的安息 那么我们就需要问问自己了 那美好的战 我是否已经打过了 意思就是说 那值得我们去参赛的竞赛 我有报名吗 我有参加吗 我有参议吗 我有在赛场上吗 或者我是旁观者 我不是参议者 我看别人跑 自己却不跑 第二个 既然你已经在赛道上了 在赛场上了 那我当跑多路 你又没有跑完了 跑进 整个路段 全程都有跑完吗 或者你 跑到一半 就退出了 另外 那个当时的信仰 我们是否有守住了 我是母生病的时候 谁叫我是母子 所以没办法 要跟他做信仰讨和 所以在家里讨和一次 在安宁病房再讨和一次 你觉得上帝还爱你吗 你觉得上帝有离开你吗 他是否抛弃了你 你觉得这位上帝还值得你 来信仰吗 他让你受尽 病痛的折磨 你觉得 他真的爱你吗 他自己也是牧师 可是我还得要考核他 但谢赞美主 我的师母 给我的回答都是正面 他真的是自死中心 在病痛里面 没有怀疑过神的爱 没有抱怨 没有后悔 大家都知道 你也为过他祷告 谢谢你 他从直肠癌 一直到 瓶巴癌 肝癌 脂肿癌 胀胱癌 腹癌 肝癌 还有脑癌 可是他仍然相信 上帝给他这个应许 这是我在他的祭祀本 后来找出来的 他写了这段话 主啊 你使我们受苦和遭难的年日 有多久 求你使我们喜乐的日子 也有多久 他日日夜夜在安宁病房 要用氧气面罩来呼吸 左右手插满了灯光 24小时麻烦的药水 要进入他的身体 要直喘 要直痛 他已经天天躺在床上 无法走动 其实他也无法站立 他也无法讲话 他也无法吃任何东西 我看在眼里 他不但在肉身上受苦 也在心灵上受苦 可是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能够在基督的受苦上有分 那么将来 就一定会与他一同的荣耀 有一天我们的离开 是否能够对死亡 也对撒旦来做见证 我某某人过去如何为主而活 我现今仍然要为主而活 我如何过去为主而活 即使今天我仍然要为主而死 无论是活着或者是死了 我总是属于主的人 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说 我们虽然死了 却因信仍旧做法 这个世界上没有不死之要 可是我的师母灵河等候末日死而复生 他虽然死他乡 可是他对神的爱是至死不变 他对神的信仰是至死忠心 他的信心不在意他的病是否得到 或者不在意他所求的 他得到了他所求的 而在即使当下没有得到他所求的 他仍然相信他将来会得到他所求的 这就是西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十三节 说这些人都是存作信心而死的 可是并没有得到什么 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 可是却没有得到所应许的 我师母的盼望也不在意 他是否得到意志 而是即使得不到意志 他仍然相信他的神是可信可靠的 这就像岳伯记的十三章十五节 当然你要用英王庆定本来读 说什么呢 Though he slay me Yet will I trust in him 即便他把我给杀了 我仍然信好他 如果要是你读和和本信一本 你就读不出这个味道来 也就是说上帝 即使你把我给杀了 我还是相信 这是我们基督教盼望的核心 他对我的爱 也不会因为他的死 因为终止了这个婚姻的关系 然后就因此会割绝 我们曾经彼此相爱的心 为什么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 没有错 死亡已经断绝了婚姻的本约 可是他没有办法断绝夫妻之间 曾经的那一份爱 拿走各自在对方心里面的位置 没有错 天上不会再有婚嫁的家序 可是曾经有过的夫妻之爱 不会消失 就像死亡 没有办法割绝神对我们的爱 为什么 因为神对我们的爱 这一份爱 就是夫妻之爱 就像新郎基督和新娘教会 他们的爱在天上也不会消失 为什么 因为天上还有婚高阳的婚姻 你看到爱是永不止息的 爱是不会被打败的 它如死一般的坚强大碎 不能熄灭 江河不能淹没 所以中国民歌有一首情歌叫《上爷》 他说上爷我欲与君相知 欧长命无绝甩 山无林江水为界 东雷整整下雨雪天地河 乃敢以君绝 我知道你是甲博了 解释一下 这首歌是一个女子对她情人 表达一种忠贞无欲的爱情 她用了五件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来表明一种生死不欲的爱 山无林就是山平掉 可能吗 不可能 江水为界 河水江水都干掉 不可能 然后说冬雷整整 也就是说冬天里面雷雨整整 可能吗 不可能 夏雨雪大 夏天里面还大雪纷飞 可能吗 不可能 天地河 天以地河为一起 可能吗 也不可能 五件不可能的事来表达 一种生死不欲的爱 长命无绝衰 他就是在表达 在坚定之中 充满loyalty 忠贞的意识 耶稣准备 这岂不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吗 没有任何事 能够使我们以基督的爱得决 因为长命无绝衰 最后就是评价 报价 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 然后走上讲台 讲台不是讲道的台 是颁奖的台 然后跟云彩般的见证人 恭候上帝给我们的评价 来领受那不朽的冠冕 公义的冠冕 跟生命的冠冕 也许就像那首歌 展身响起来一样 将来我们站在神的讲台上 听见展身响起来 我们的心中有无限的慷慨 多少辉煌已不在 多少情境已更改 当我们拥有上帝的爱 登上这个讲台 也许眼泪会忍不住留下来 经历多少软弱 经过多少等待 终于看见得救 再以忍耐 当展身响起来的时候 我们的心更加明白 神的爱将永远与我们同在 当展身响起来的时候 我们必须在永恒中 沐浴神的爱 这肯定不是风飞飞的歌 是把风飞飞 展身响起来改篇而已 我们能不能够像那 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把上帝赐给我们的属灵恩赐 来翻倍来忠实交战 千万不要像那个 领了一千两银子的人 然后一事无成 只有这样我们将来 才能够得到神的成长 以神共享的缘 当师母知道自己 快要离世的时候 先后两次叫我 注意他本来都不会讲话 第一次在晚上八点多 用很清晰 用很大声地 喊出了两个字 起来 这已经是一个很神奇的事 因为他竟然用了九牛二斧之力 讲了两个字 因为我躺在他旁边 我旁边有一个沙发 所以他叫我起来 我马上起来 把他船再弄高一点 我以为他要跟我道别 可是没有想到他又昏过去 然后我又躺下来 我已经累了半死了 最后十一点半 他挥手提示我 他的手一直这样挥 打到那个铁船的旁边那个铁池 所以我才醒来 马上 因为我知道他已经不能讲话了 意思就是叫我起来 然后马上再把船弄高一点 然后我看着他 他看着我 最后 他吐出了三口气 直到静止 他提醒了 只要还有一口气 总要趁着白热 多做多做 只要还有一口气 总要趁着健康 忠心服侍 只要还有一口气 总要趁着机会 珍惜亲情 迎着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 你跟我 靠着耶稣基督 我们已经pass over 我们越过了上帝将来 奋怒的大圣堂 可是你跟我有一天 会pass away 会安然离世 然后拿着boarding pass 登梯震 不是登机震 不是飞机的梯 是天梯的梯 传世纪的28章12节 我们穿上新的衣服 堪然无惧 进入天庭 然后以主耶稣和众圣徒战 所以基督徒的一生 虽然跋涉 可是软弱越深 恩典越多 能力越大 基督徒的一生 虽然跋涉 可是受苦越深 思念越多 荣耀越大 更重要的是 所有的跋涉 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什么目的 就是抵达 我的师父 终于 因此 弟兄姊妹 你跟我一生的 PASS CORD 是什么 就是 PHIL 4 COLUM 13 所以赶快抄起来 这个PASS CORD 我靠着那家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我用有云辟的审托 造我如是 无事不得 保罗说 这就是我得到的 SECRET PASS CORD 最后我以一位美国 非常有名的作家 Jack London 所说的一句话 作为总结 我宁愿花为灰烬 也不愿成为城府 我宁愿我的火花 在灿烂的火焰中燃烧殆尽 也不愿被干枯的腐朽所扼杀 我宁愿成为一颗专利的流星 永远散佛着灿烂的光芒 也不愿成为一颗沉睡的永恒的行星 人应该生活 而不是单纯生存 我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延长生命上 我要好好利用我的每个人 每秒 祝你 称说 我们还有一口气 多做祝福 我们一起祝福 爱我们的主 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留我们一口气 就是要在世上成为你的健身 这一生虽然短暂 可是有主的恒战 充满了祝福 充满了价值 充满了意义 因此我们的生命 等待就是成为人的祝福 在我们活着的时候 为你而活 哪怕死了 也为你而死 求你重用我们这里的每一个日安 这样祷告 共同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牧师的分享 让我们来唱这一首回音 祝福 在我的眼睛 让我看到天使结局 祝福 祝福 求你的地勾计 我要更坚定 信靠你 你 祝福 祝福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 我并不惧怕 靠着你的胜利 你的依序永远不放弃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 我并不惧怕 神啊谁能向你 世识之容可送可为 痴心几时 开我的眼睛 让我看到天时天惧 求你的动机 我要更坚定 心靠你 你是我力量 你是我永远的拯救 你的有所实在难地 写出荣耀 使得只要有你在我的左右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 我并不惧怕 靠着你的胜利 你的依序永远不放弃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 我并不惧怕 神啊谁能向你 痴生痴若 可送可为世心几时 谁能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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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披荡 我是神所天学地 我是神所天学地 谁能控告 谁能披荡 我是神所天学地 我是神所天学地 谁能控告 谁能披荡 我是神所天学地 我是神所填尖底 谁能恐怕 谁能抵挡 我是神所填尖底 我是神所填尖底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 我必不惧怕 靠着你的身体 你的必需永远不放弃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 我必不惧怕 神啊 谁能想你 痴声痴容 可颂可慰 痴心其事 神啊 谁能想你 痴声痴容 可颂可慰 痴心其事 是的 主啊 我们都知道你在我们的左右 所以我们不必要记住 这个新的生命是 你赐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靠你的恩典 靠着你的爱 真的来活出 你的精彩 你的荣耀 所以但愿平安的神 就是那瓶 永远之血 只群羊的大母人 我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神 在各样的善事上 成劝你们 叫你们遵行祂的旨意 要借着那 耶稣基督 在你们心里 行祂所喜悦的事 所以愿荣耀归给祂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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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